在星期四 首先来关注中国方面最新的资讯 中国证监会宣布稳定国内股市的努力 取得了成效 趁目前股市运行平稳 2015年和2016年A股暴跌后 所采取的紧急救市措施已全部退出 另外中国发改委批准了三个极建项目 总投资人民币793.58亿元 而日本则是7月份出口连续第8个月出现了增长 欧洲方面关注一下英国 在星期四公布了最新7月份的零售数据 环比的增幅只有0.3% 另外欧盟公布了在6月份的对外贸易的数据 顺差加大到了223亿欧元 但是要注意到进口和出油都有不同程度的缩水 美国方面今早公布了最新上周出请失业金的人数 下降到了23.2万人 除此之外 同期公布的费城联储商业展望问占的结果 小降到了18.9 不过略高于市场的预计 除此之外 美国刚刚公布了工业生产的数据 在7月份的时候增速缩小到了0.2% 现在美元的走势是呈现走强的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下降到了1.1716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下降到了1.2876 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下降到了110.07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新西兰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下滑到了0.7304 整体呈现一个牛市攀升的态势 已经打破了之前一个向下轨道线 未来有望会进一步出现攀升 如果比价能稳固在0.7280之上 有望能首先达到0.7350之后上升到0.7365 如果比价出现下滑并且跌破0.7280的话 就可能会首先回落到0.7250之后走载到0.7255 再来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在星期四是出现反弹的 金价现在上升到了每盎司1291.20美元 还在进一步的出现上涨 并且受到一个新的支撑线的支撑 未来如果金价能稳固在1281美元之上的话 将有望能够首先达到每盎司1294美元之后 上升到每盎司1297美元 如果金价出现下滑并且跌破每盎司1281美元的话 就有可能会首先滑落到每盎司1276.40美元之后 走载到每盎司1271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上升到每盎司17.12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欢迎继续锁定 锁定三丑 财经电视